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下就延长到五天六天都不大便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它有便秘的情况 那么便秘的情况如果其他情况它都很正常 那么我们只需要就是在肛门这个地方 用一些润滑的邮寄的棉签啊或者什么的 进行一定的刺激它就会排出大便 对于我们的小婴儿现在有一个误区 就是很多人一发现两天三天不大便 马上就去给它塞开塞路 这个我认为这个处理有点过于积极 而且这个开塞路一塞进去啊 好多人就把一只都推进去了 很多孩子就会一下就把 这个肠道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排出来了 这一排出来以后 拉一大堆 然后再又要隔好几天它才有大便 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处理过度造成的 那么如果说要真正的鉴别它 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便秘 需要我们有一定的观察时间 特别用那些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